《科學新知》第二節 這個駱貝長應該在10月初就會公佈 如果以我記得就應該是物理學獎最先的 是否認識最先 通常是排第2、3 第2、3 OK 但是在這個駱貝長之前 其實都有其他的獎項 你首先評價一下其他的獎項 江湖地位有多高呢? 我有聽眾提醒過我 什麼時候有空講趙逸夫獎 我會找到的 因為有時候趙逸夫獎 他都會頒給一些很有貢獻的研究 我就會這樣講的 你的獎項最初你要建立一個威望 你首先要頒給一些對的人 是由那些得獎者帶獻你的獎項的名氣 但是又這樣講 我亦都會說他們獨立評審已經行之有效的時候 大家亦都會不若而同去找到一些有勁的研究 所以我就會說薛逸夫獎是一個比較年輕的獎項 另外其實有一個我們以前有提到的叫做突破獎 Breakthrough prize 我們上次講的原因 就是因為香港有一個團隊有份分這個獎項的其中一部份 是香港那邊的粒子物理研究 有份參與國際性的大型粒子物理研究 拿到這個獎項 這個Breakthrough prize 其實每年都有公佈 那他最吸引的地方就是他真的頒一些比較有突破性的一些項目 你聽到他未必是一些理論性很重的研究 但他實際上的理論可能亦都需要很紮實 但是他被人看到就是絕對是一種帶領別人整個開大家眼界有突破的一個獎項 所以我想他叫做Breakthrough prize 他頒得出來的那些得獎者一定要夠Breakthrough的 好 我們看了原來這個獎項是有一群人科水的 包括是馬化騰和馬雲 其他就包括是Mark Zuckerberg和他的太太Bissett Chan 也都是Google的其中一位的創作人 Sergei Brin 基本上都是社交媒體的獎項 這個人說的也是這些行業最願意去 去擺放他們的資源在這些突破那裡 譬如你說如果你說好像Google這些公司 他們在那個人工智能的研究那裡是一點都不少的 甚至乎那個人工智能的研究最後不是用在社交媒體那裡 是用回整個網絡或者是一些比較對人類醫藥 甚至乎是那個普通的那些物理的研究都會有關 好 那個獎項方面就是300萬美金一位 OK 那我們不說這些瑣碎的東西了 我最重要的是 其實現在我們知道名單了沒有 有一些的 即是你說得獎的那裡 其實有一兩個我們知道的 其實詳細的我就沒有去逐個去看 因為本身就不是打算整集不停地說這個突破獎 但是其實有一個今屆的得獎 至少有一個很值得去提 我們以前有提過一下 但我也可以提醒一下 這件事也挺實至名歸的 就是一個叫做Alpha4的一個人工智能的程式 如果我聽過名字是AlphaGo的足為棋 用人工智能深度學習來捉贏人 即是捉贏一個有肉體的人的一個維紀高手 那一套Alpha4和4就是摺跌的那個4 這是什麼意思呢? 原來是說蛋白質如何摺跌 其實可能如果大家有聽過我們的節目 都會知道 其實這些蛋白質摺跌的問題 從來都是一個在生物生化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課題 DNA那堆东西如何去拯救,那堆蛋白质如何去拯救,令外面的外形有什么改变,是绝对影响到这件东西的功能 这件事甚至显生到我们在瘟疫初期打算开发有什么药物,或者有什么抗体,可以帮我去吃得住这个肺炎病毒 很多时候就是说外面的形状夹不夹得住,能否砌进去,令病毒能否被抑制 所以在这些生物学的问题里面,这些三维空间的砌图问题,其实一点都不容易去解决 其中一个很有突破性的解决方法就是,我们教识电脑去认识pattern 令他们知道这件事会继续如何,如何去预测,给一个DNA聚裂给你,它会告诉你由它而出来的那堆蛋白质是如何继续 这是一个prediction 另外就是一些模仪,就是说譬如我有这样的病毒,我用一种什么的药,我可以吃得住它 但是这种药,我可能有10种药,我不想10种药都临床才去试,那可不可以初步地用电脑计算来帮我看一下 究竟这种药是否真的能够锁得住,就是上面那个药的化学分子的形状 是否能够跟我们的病原体的形状,能够够锁得住呢? 这些东西在未正式临床做之前就可以用电算模擬去做 但是要能够有这个电算模擬的能力的话 是很需要我们背后有一个很厉害的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程式 来帮我们将这个模型做得更加精准 那么我就是说,这个Alpha4就是这个人工智能的学习方法 来帮我去预测和模擬这个蛋白质截叠的工具 就非常非常有用了,尤其是我会认为 它是说的是近些,很早就已经开始这个项目 但是最初的表现很差,但是随着累积一段时间 是说这两三年出来的表现是越来越好的 所以我们是说,由这一种这样的项目 我会说是可以正式登入到这些世界大药厂的电厂里面 就是原本以前那些人就纯粹是一帮生物学家 药剂师在里面去试药,医生临床去试药 但是有一帮开发的人员是已经可以 你只要掌握到这种人工智能的能力去操机 你就可以已经做了一些电脑模擬试药的效果 所以我就会说,这是一个将整个制药行业 或者是疫苗的开发,是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根据这些资料看,就是他们现在搞,就是这些组织 他们的计划就公布一亿种的蛋白质的结构 这个很夸张 还有就是他那间公司就叫Deep Mines,是伦敦来的 我想搞清楚一个问题就是,他现在这个 应该是涉及一个所谓的深度学习的问题 他教那个人工智能,他自己去承认还是 他设计这个东西 他叫这个人工智能做什么都可以 他要教,你只能做什么 你遇到这些学习,尤其是 牵涉到这些去承认物体形状 我想他要做很多那些叫做 他应该有几种不同的深度学习模式都有用的 但是你最初一定有个资料附给他 这个就是真的 一些叫做supervised learning 他一定要经过 但是最后他怎样去令到 那个 模拟的效果最佳化的问题 很多时候他要再用到其他 那些深度学习的机制 那就是 你如果说先前足为棋的alpha goal 那他就在用那种 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那种 深度学习 你要是找到一个效果 令到你最后的上步 你最后在盘棋的赢面 的机率是最大化的 那个结果 那他就alpha goal 是用到就是 两个人工智能在那里博弈 在那里互抽来增加自己的 战斗力和经验值 那在这些alpha goal 他会不会用这些机制呢 我几乎肯定一定有 但是就是说 不同的程式员 那些人工智能的设计师 那他们就会 尽量用他们的方法去逼近这个答案 那当然这里我都是知道很皮毛的事情 那就是实际上 他真的有什么 在这些alpha goal里面 最尖端的运作 是什么最难解的问题呢 那我一时间 我都要找专家去学习一下 真的是 真的要 那他这里讲 这个 caption 我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大家不要这么认真 但是起码他讲一件事 我觉得可以再问问 就是说他现在这个人工智能 可以是predict 可以预测一个蛋白質结构 其实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样说 你这个蛋白質最后出来什么结构 是可以由基因层面去决定的 就是很简单 就是我这个肉生成点 是由我基因去决定的 对不对 我这些细胞发展成点 肌肉强不强是由我这个基因去决定 所以你可以由这一点 你可以明白 那个蛋白质的形状是什么 这个资讯是什么 就是可以由基因层面去决定 那基因 它有些所谓转络的机制 如何由基因去教识身体 去砌那堆蛋白出来 这牵涉到那些mRNA 那堆这样的东西 其实就是和我们现在打的 那些Visor Moderna疫苗的机制 其实是那一类 这个维传的资讯 它会经过转络 成为一件实体的蛋白质 中间的生化机制 我们是知道的 所以将这个机制 教识了电脑之后 它就可以有一个DNA的资讯 它就可以告诉我们 出来那个protein 会是怎么样 它还要不只是告诉你 protein上面 如果那条蛋白质 可能是一条几粒 这样就算了 但有时是很复合的蛋白质 最后是 它们出来的形状 是以一个什么形式 走过一条 出来的形状是怎么样的呢 是有办法可以用 就是由这个原初的DNA 就经过这个程式 就预测到最后的蛋白质是怎么样的 这个就是它了不起的地方 我看清楚这个新闻 有很多有趣的 第一件事就是 它们在去年的7月的时候 公布了这个Alpha 4的open source version 就是大家都可以玩的 就有50万的研究员 是用过这种系统 这个当然很公益 那刚才我引述的资料 都是不update的了 它说原来呢 今年的7月 就是两个月之前 它们公布了这个deep mine 公布了2亿个蛋白质的结构 也是解释了刚才我那个问题 它说原来在amino acid 那个sequence 里面推算出来 推算出来 推算到2亿个蛋白质结构 是的 是的 基本上你可以给任何一个维存文化 你知道可能最后这种生物上面 有哪几亿种的蛋白质 可以出现在这个生物上面 还有它也要说实际的应用就是在抗生素 意思就是说有越来越多的病毒 病毒和细菌可以抗药 它可以加强这个抗药 还有可能这个gm food 就是那些基因食物它都有帮助 是 甚至乎我想象到就是说 将来说你治疗癌症的标靶药物 量身定做基因治疗方法 有了这个程式呢 我们就更加多的板斧 知道如何去袭击蓝细胞 好了 除了这个之外 也有一个很有趣的题目 可以跟大家讨论一下 就是说它除了这个奖案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 颁给一个日本的教授 这个教授是什么呢 叫Sleep Scientist 就不是它是做科养前睡觉 它是专门研究睡眠的 嗯 这个奖你觉得是不是又是实至名归呢? 我自己就没有很认真看到 它的实际研究的详程 我只知道很表面的就是说 它是因为有基因层面 找到那个睡眠障 就是睡眠混乱的原因 那我就纯粹看就是说 当你找到一个很根源的 物质上的原因的时候 其实就能够令到你更加 懂得如何去介入 用一个适当的方法 来去帮助一些有睡眠混乱的人 所以我会觉得是叫做 失眠者的福音 就是睡眠混乱者的福音 因为你知道就是睡不到 睡觉这件事呢 是一个很被动的动作来的 不是你靠努力去做一道的东西 你要很努力地不努力 就是你要是一个很被动的状态 无意之间你就自己睡着了 你原来一直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让自己放松下去的时候 睡不到就睡不到 这件事其实是很痛苦的 那原来现在就说 这件事就有一个物质上的原因 从这里衍生到多少可行的治疗方法 我具体不清楚 但是很有趣的就是 他一开始就原来 不只是尝试由人身上找这个问题 他是尝试由狗身上 去找这个睡眠混乱的基因 就是说 找到这个基因资讯 我觉得也是一个挺有趣的过程 在背后应该会是 是 好 幸好我找到那个日本名字了 就是柳澤正史 就是足波大学的教授 他认为就是有力 这个文鼎力诺贝尔奖的人选 来的 是 是 这个是在 Break food price 也是今年可能会给他的 是吗 应该他直接公布了 就是他们这个 就是研究这些信念混乱的人 就是拿了 Break food price 已经是 好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什么 就是这个 这个特博掌纳 这个起码我看多一个 David Deutsch 这个我都研究了很久 这个有很多东西 Peter Shaw 我都认识的 但是这个 quantum pioneer 和刚才说的人工智能 我反而想起一件事 我不能说 其实刚刚在这个星期 都有人去用 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方法 就是这些方程是互相偶合在一起的 就是说 你为了想解到第一条 你要解第二条 你为了想解第二条 你要解第三条 一路这样去 然后你想解到第一千条 你要识解第一条 就是这些方程式 是这样去招在一起的 那么结果 有人就发觉 用了人工智能方法 就能够 将这个整个这么复杂的 上千条的微分方程 量子的微分方程的运算 是变成可以一个四条的项目 就能够帮我们去 还原同一个计算结果出来 那么这里也看到就是说 就是人工智能 它在参与那个科研里面 那个跨科目的领域 是可以非常之跨度很大 是啊 但是大家看到了 人工智能是美来人类的科学发展的 就是基本上的动力 是啊 是啊 所以我就会说 就是这样的 现在去到讲的是 一些大学的基础课程 是要你有少少 未必是真的能够 立即做的人工智能 但是就是说 你要学一些很皮毛的 那些基本的素理的根基 来去帮你去 以后去学一些 和人工智能相关的课题 更加不要说 就是说 有一些可能要在中学就会发生 都一点都不忘了 好 那这节我们结束 这节也都相关的 我们下一节再回来 梁錦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支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